大家好,这里是微信公众号,静思有我,安静的思考有我一个。 今天我来朗读一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关于大神经的文章,作者关于大神经。 文章原标题,中国的底牌,万一战争爆发,我们能否顶住? 暴力世界的规则很简单,力量越大,风险越小。 中美之间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面对紧张局面,人们心中难免会冒出一个万一来,万一美国人真的动手咋办? 这个担心无论如何是消除不了的,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就干脆专门聊一聊这个万一。 先把政治啊、谋略啊之类的东西放在一边,就单纯的来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的军事硬实力。 军事力量虽然在和平时期看上去用处不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国家最后的底牌,也是一个国家所有外交决策最基础的依据。 从生存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面临的环境一直很恶劣,如果把世界看成一个丛林,那么中国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丛林孤儿。 在中国的成长过程中,团结有爱是愿景,现实是四面楚歌。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群殴的故事集。 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对军事力量的发展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但是军事力量这东西不是说你想发展就能发展起来的。 发展军事,不创造经济效益,成本非常高昂。 所以国力弱就玩不赚,玩不赚就没实力,没实力就被吊打,被吊打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国家就更弱。 如此恶性循环。 中国目前最大的军事威胁来自于海上,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海军是第一道防线,是欲敌于国门之外的关键。 我们能不能睡得安稳,首先取决于海军的实力。 中国海军在近代史上的巅峰是北洋水势。 北洋水势虽然战绩一炮污,但是排名很亮眼。 1888年组建完成时,其巅峰实力一度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不过,出道及巅峰后来排名一路下跌,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是进了世界前十。 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中国海军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位置。 海军实力跌下去容易,涨上来太难了。 因为建造和维护舰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以及长期的投入,因此海军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吞金巨兽。 穷就造不出好军舰。 1974年西沙海战中,人民海军甚至不得不用几百吨的小艇去对抗越南的2000吨级的军舰。 世界军事水平的发展,不会因为你可怜而停下来等你。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列强海军开始逐步进入宙斯顿时代。 宙斯顿就是一个以相控阵雷达为基础建立的防空和反导系统。 依靠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现代宙斯顿战舰可以同时拦截十几甚至二十几个空中目标, 极大的提升了抗饱和攻击的防御能力。 整个海战规则被改写。 而这个时候,中国海军主要战舰的战斗力还停留在西方国家50年代的水平。 防空能力几乎为零,一架敌军的战斗机就可能把我们打趴下。 1996年,美国只派了一艘航母过来散散步, 就让中国的台海演习草草收场。 中国只好在几年后勒紧裤带, 去俄罗斯购买苏联时代未完工的现代级驱逐舰来撑门面。 可是,即使是重金买来的新家伙, 也是没有宙斯顿系统的,落后于时代的产品。 跟美国的宙斯顿驱逐舰比起来, 那是望尘莫及。 巨大的实力差距, 意味着中国根本无法保住家门口的制海权。 没有制海权, 敌国航母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带着舰载机开到你身边, 对你的国土进行肆意轰炸。 别人动不动就能威胁你的腹地, 你动不动就要准备国土决战, 这种局面会导致各种外交决策畏首畏尾。 如果站在21世纪初的门槛望去, 中国不过是一个和巴西印度差不多的二流穷国, 其海军根本没有资格跟列强舰队相提并论, 一个小地方随便买几艘西方二手军舰, 就能在纸面实力上压过中国海军。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在21世纪初 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东的原因。 网上所说的给了中国十年的喘息机会, 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 但中国终究不是印度和巴西, 加入WTO以后, 中国迎来了自己后继勃发的时代。 随着国力的飙升, 沉睡的海军工业开始苏醒, 2003年中国终于下水了自己的第一艘装备, 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的军舰。 这一套中国的周斯顿系统, 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 当然了, 我们也只能自主研发, 没人会卖给我们这些东西。 这一套东西被中国人自豪地称之为中华神盾。 为了方便叙述, 美国的国际上的周斯顿军舰和中国的中华神盾军舰, 在接下来我们统称盾舰。 不过中国海军并没有马上开始大批量投产新型军舰, 而是采取了小步快跑的方式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所谓小步快跑就是指每一代技术只生产少量的产品, 进行验证和技术积累, 在此基础上取得进步以后, 再生产一小批产品进行新的验证和积累, 如此循环往复。 经过一小段时间小步快跑式的快速迭代, 中国走完了其他海军强国几十年的进化之路, 2010年国产军舰终于追上世界一流水平。 这个时候, 人民海军正式开启了冷战后最大规模的造舰狂潮, 此后每年下水军舰的吨位都接近全球其他国家当年下水军舰吨位之河。 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 建造主力驱逐舰的巅峰速度也不过是3.1艘每年和2.6艘每年, 而中国在近十年的速度达到了平均3.7艘每年。 其中, 在2019年一年就下水了十艘主力盾舰, 光这十艘盾舰的实力就超过了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海军所有盾舰战力之河。 这在整个人类海军历史上都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速度。 在连续的造舰狂潮下, 人民海军战力水平在2013年超过法国进入前五, 在2016年超过俄罗斯、 日本、 英国成为世界第二, 最终在2019年彻底甩开列强, 成为美国之后单独一档的存在。 目前人民海军现役军舰的实力已经超过欧盟海军之河。 这个爆发实在太过突然, 大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中国海军就已经远远把美国以外的列强甩在了身后, 这之间甚至连一个并驾驱驱的过程都省略了。 虽然中国迅速地将一个又一个列强甩在身后, 但没有资格和闲工夫沾沾自喜, 因为中国军队要面对的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对手, 美国。 那么中美海军之间目前是什么样的实力对比呢? 中国目前数量最多的盾舰是052D, 排水量7000吨, 战斗力强于欧洲最强的英国45型主力驱逐舰, 弱于美国伯克级主力盾舰。 不过排水量几千吨的驱逐舰并非顶级海军的王牌, 真正的决定性力量是万吨级大型盾舰, 中国12000吨级大型盾舰是055。 现代海军舰队中的核心力量有两个, 一个是航母, 一个是大型盾舰。 航母负责空袭, 大型盾舰负责整个舰队的防空和反导任务, 以及保护航母。 当今世界现役的万吨级盾舰总共就四款, 一个是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 一个是中国的055, 一个是日本的摩耶级, 一个是韩国的士宗大王级。 不过日韩的这两个万吨级盾舰, 其实是美国伯克级的仿制拉长加重的版本, 虽然吨位上万, 但是战斗力一般, 比不上伯克级的后期型号。 大型盾舰价格昂贵, 战力强大, 哪怕只配备一艘, 也能把整支舰队的防空拦截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美国海军世界第一, 按常理推断, 他们的万吨级盾舰的战斗力, 也应该是世界第一。 但是一款战舰的发展, 不光要靠海军工业的努力, 还要看历史的进程。 1997年, 美国准备研发最新一代的主力战舰, 这个时候, 美国海军正处于巅峰, 当时的总统克林顿, 在伯克2A的甲板上, 放眼望全球, 全球海面上, 竟没有一个值得美国一提和重视的对手了, 独孤求败。 于是, 克林顿总统掐指一算, 支海权已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根本没有争夺的必要, 当今天下, 美国的军舰可以大摇大摆的开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门口。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可以在现代战争中看到美国航母肆无忌惮地带着飞机去轰炸敌国的原因。 在美国人心中, 既然保障支海权的任务交给现役主力战舰伯克级已经绰绰有余了, 那么再为此目的往前一步研发新型战舰, 那就是纯属浪费了。 所以, 从1997年开始, 美国所研发的新战舰, 其设计的主要功能就不是争夺制海权了, 而是如何便宜轻松的掠菜, 也就是怎样更省钱。 它的主要功能和对象在于, 用廉价舰炮轰击海岸, 在别人家门口通过一艘战舰就可以瘫痪敌国。 它的作战目的和轰炸敌国的航母类似, 但是不需要编队, 不需要舰载机, 行动成本更低。 这样的设计思路就要求战舰能够隐身, 并且拥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 但不重视防空力量。 按这个思路, 搞出来的就是朱姆沃尔特。 这艘外表科幻的战舰, 集中了美国最尖端的技术, 单舰造价高达75亿美元, 接近英国最新的伊丽莎白号航母。 不过朱姆沃尔特并非传统驱逐舰, 更准确的称呼是武库舰。 美国海军基本设想是制海权, 那就继续由伯克级负责, 摧毁陆地上的目标就由朱姆沃尔特负责。 美国这样的选择没有问题, 伯克级驱逐舰虽然已经服役20多年, 但其战斗力仍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主力驱逐舰。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美国第一艘新型战舰朱姆沃尔特刚刚服役, 中国就下水了055。 055是中国海军工业集大成之作, 其战斗力全面超过了最新的伯克级主力顿舰。 这时候美国人发现制海权不是理所当然的窜在他们手里了。 那么美国人更先进的朱姆沃尔特能否压制055呢? 虽然从技术上来说, 朱姆沃尔特比055要先进, 但实战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它的定位不一样。 朱姆沃尔特把高大上的技术都用在了对地攻击上面, 但他没怎么考虑制海权, 他原来打算制海权这事由伯克级来实现, 可是伯克级现在又比不上中国的055了, 新的美国的朱姆沃尔特又没考虑这事。 055装备由世界上最先进的双波段线控震雷达, 四面大盾, 四面小盾, 这样的豪华配置, 保障了055可以兼顾远距离目标搜索和近距离精确火控的需求, 而朱姆沃尔特只有小盾, 没有大盾, 远距离搜索目标的能力不如055。 另外, 055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 防空火力上也压倒朱姆沃尔特的80个垂发单元。 所以, 朱姆沃尔特虽然有庞大的敦位和科幻的外形, 另外先进的技术, 但是在制海权争夺战中的作用非常有限, 它实战效果还不如伯克级, 更不用说跟055比了。 美国人发现有点上当受骗了, 不过骗他们的是他们自己。 于是美国海军不得不马上开始研发新一代传统驱逐舰, 现在正在实施的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 在伯克级的基础上研发伯克3, 但是由于伯克级的基础太老, 升级潜力有限, 伯克3在设计图纸上的时候, 就仍然落后于中国的055。 那第二个方案呢? 第二个方案就是在朱姆沃尔特的基础上, 研发下一代能够适应 中夺制海权需求的大型主力盾舰, LSC, 这个工程需要十年以上。 这就意味着, 因为美国自己点错了科技术, 当然点错科技术的原因是因为它看遍全球找不到对手。 这样导致在未来至少十年内, 中国的主力战舰055都将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的驱逐舰。 可以这么说, 055的服役标志着中国军队结束了气不如人的历史。 如今055已经下水七艘, 预计在2025年之前可以完成首批八艘的交付并形成作战能力。 美国在驱逐舰的发展上被他们自己坑了一把, 但是它海上霸主的地位还是无法撼动的。 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来源于它无可匹敌的航母。 美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多的航母, 还研发了可以垂直起降第四代战斗机F35B, 能够垂直起降, 意味着它不仅可以布置在航母上, 还可以布置在两栖攻击舰上。 也就是说, 中国海军不但要面对美国11艘超级航母, 还需要面对美国10艘搭载F35B的两栖攻击舰。 世界海军力量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 全球所有国家的海军加在一起, 实力不到美国海军的一半。 中国海军尽管近十年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 一路冲到世界第二的位置, 但是纸面实力算下来, 也只有美国海军两成的水平。 强调一下, 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 所有国家的海军实力加在一起, 不到美国的一半, 在这一半当中, 中国又占了两成。 所以, 如果跑到太平洋中心去跟美军决战, 那确实毫无胜算, 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航母和舰载机, 牢牢掌控着制空权, 可以轻松地依靠大规模轰炸机, 秒杀掉对方舰队。 但是这种局面不是绝对的, 因为如果把战场挪到大陆近海,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这样的战场上, 美国海军不仅要面对对方海军, 还要面对对方国土上的空军。 如果不能击溃对方的空中力量, 拿不到制空权, 航母再多也是白大。 比如在西太平洋, 一旦敌人进入中国海岸线1000公里以内的距离, 中国空军的陆基战斗机就会加入战斗。 虽然美国在中国周围也建立了很多陆基空军基地, 并部署了先进战斗机, 但是空军基地作为固定目标, 很容易被弹道导弹攻击。 中国装备了大量的东风弹道导弹, 专门用于攻击敌方陆地机场。 美国在第一、第二岛链部署的这些空军基地, 在假想的中美大型冲突中是起不到实际作用的, 因为第一波就把它给摧毁了或者瘫痪了。 战端一开, 火箭军、骑射机场, 这些基地里的战斗机根本无法安全地进行存放和补给, 只能不停地转移以求自保。 美国要想拿到制空权, 唯有靠航母。 航母是移动单位, 弹道导弹相对难以命中。 但是中国有东风时期, 这样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防不了, 目前有这种武器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两架, 美国还在实验, 在俄乌冲突打得热火超天的时候, 它才刚刚第一次实验成功。 但是我们料敌从宽, 就算航母没有被彻底摧毁, 那么一旦美国进犯到中国的近海, 局势仍然是美国海军PK, 中国的海军加中国空军。 因为这里的战场在中国的大陆附近。 美国航母一般都有一两艘在船物轮换维修保养, 还有中东和大西洋执勤的需要, 能够出动到亚太的航母最多六艘, 当然还是料敌从宽, 我们按照十艘航母加十艘两栖攻击舰来估计, 这套阵容最多能携带六七百架舰载机参与到中美战场。 那么双方能投入战斗的空中力量对比大致是这样的,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最多能携带七百架先进战斗机到前线, 其中包括F-35C、F-35B、F-18EFG、F-18CD等型号。 中国约有1300架先进战斗机可以投入战斗, 其中包括歼20、F-35B、F-16B、F-15B、F-10系列、F-11系列、F-30MKK等型号。 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两家拥有超过1000架的现代化战斗机, 它的规模和质量都要领先其他国家一个身位。 不过空战有这么一个特点, 技术领先的战斗机可以轻松地对技术落后的战斗机实现一勺打多而且是吊打。 所以空中力量不能光看数量,还要看装备的技术水平。 现在世界各个空中强国的主要装备仍以第三代战斗机为主, 其中最先进的三代机也被称之为三代半战斗机。 其特点是装备新型有缘线控阵雷达,发动机性能更优秀, 拥有很强的超视距攻击能力。 目前世界上的三代半战斗机有欧盟的台风, 法国的阵风,美国的F-18EF,F-15SA, 俄罗斯的苏-35,中国的歼-16,歼-10C等。 不过,三代半战斗机即便再强悍,本质上仍是旧时代的产物。 当前处于空战食物链顶端的最强战斗机是四代机, 拥有隐身能力,可以轻松秒杀三代机。 四代机的代表作是美国的F-22, 拥有F-22的美国空军再一次毫无悬念地对世界其他国家实现了空中碾压。 2011年,美国空军正处于巅峰。 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在F-22的座舱里放眼望去, 哇,全球的天空竟无一个值得一提的对手。 奥巴马掐指一算,在自己下一代战斗机研发出来之前, F-22已经没有增加的必要了,为了节省维护费用, 那就干脆把F-22的生产线给拆了吧,拆了。 结果,2017年,中国的四代机歼20服役了。 当时的总统特朗普慌了,他想恢复F-22的生产线, 但是因为一算账,耗资太大,最终作罢。 于是,性能更弱,价格更便宜的F-35, 就确立了自己在美军空中力量中的主力地位。 中国搞出四代机并迅速形成战斗力这个事, 不光是对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刺激也很大。 各国随后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四代机方案, 在他们眼中,中国搞得出来我也行, 但事实证明,他们不行。 目前能搞出四代机的仍然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三个国家。 世界上能飞的四代机有五款, 美国的F-22、F-35,俄罗斯的苏-57,中国的歼-20、歼-31。 其中F-22、F-35、歼-20、苏-57已经服役, 中国的歼-31目前只有原型机, 正在为成为舰载机进行改造研发。 评价四代机的战斗力有四个标准, 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机动, 第三是超音速巡航, 所谓巡航就是指不开加力能够长时间超音速飞行, 第四是超态式感知。 在这四款服役的四代机里, 苏-57的隐身能力其实并不打底, 严格来说苏-57并没有跨入四代机的门槛。 美国的F-35不具备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超机动能力也很弱。 中国的歼-20基本满足四项能力, 但目前主要是发动机动力不足, 没有实量推力, 超机动性还没有达到射击目标。 美国的F-22满足四项能力, 目前综合实力最强, 不过也有人认为由于它没有光电雷达, 所以它比不上中国的歼-20, 总之各有千秋吧。 但是中国歼-20的这个不足, 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 短板会不断的被弥补, 日后国产新一代发动机WS-15成熟, 歼-20将一跃彻的无可争议的超过F-22, 成为全球最强的四代机。 而且更要命的美国的F-22, 因为奥巴马的骚操作把生产线给拆了, 所以它接下来没法升级改造。 说完了纸面的东西, 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实战, 因为在实战中还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那就是后勤。 交战地离本方基地越近, 战斗机补给越方便, 战斗力越强。 美军为了让本方战斗机能够得到充分补给, 航母就要尽可能的靠近作战区域, 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美国航母如果距离中国大陆过近, 比如小于800公里, 就会暴露在中国陆基战斗机突袭和轰炸机打击的半径内, 中国大陆近海的反舰火力密度很高, 美军航母会非常危险。 如果航母距离大陆过远, 比如大于1000公里, 虽然相对安全了, 但舰载机就不得不飞行很长的距离去参战, 这就会导致油料不足以支撑空战格斗的需要, 于是空战能力严重下降。 就算双方战斗机空战能力处于军事, 后方平台的安全性也不在一个等级, 陆地机场不会沉没, 最重要的是它多, 而航母挨上两三发导弹就会丧失战斗力, 而且航母能有多少哥呢? 当然, 美军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矛盾中, 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军的海空军联合能力, 和美国海军相比已经没有代差, 基于强大的军力, 中国的主场优势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总结起来, 美军如果要进犯中国就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美方倾举国之力用航母和两栖攻击舰搭载700架舰载机, 来挑战中方1300架三四代空优战斗机。 为了规避航母被击沉的风险, 美军舰队只能停留在海岸线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 等待空战的结果。 而中国强大的海军舰队, 则会在本方战斗机的下方为空战提供有力的支援。 双方空战时, 美军战机会受到很多限制, 甚至连绕到我方战机身后, 这样的动作都很难做到, 因为海面上有中国海军的盾舰雷达照射, 天空中有陆基空军的大型预警机监视, 我方战机没有盲区。 另外, 美军战机还要随时提防来自海面盾舰群的 密集防空导弹的攻击, 而我方战机则可以有恃无恐的专心格斗。 再加上大量地空导弹的火力支援, 美军想靠700架飞机在中国近海拿下制空权是没有机会的。 如果拿不下制空权, 就不可能空袭大陆要塞和城市,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上千公里之外, 远距离发射几千发战斧式巡航导弹。 可是, 巡航导弹飞得远, 速度慢, 几千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远远不足以穿透中国近海由大量军舰和地空导弹系统组成的严密防空网。 当年, 科索沃战争, 北约在有绝对制空权的优势下, 空袭轰炸的飞机总共出动三万二千架次, 投弹一万三千吨, 才使得仅一千万左右人口, 面积仅相当于浙江大小的南联盟屈服。 而如果没有制空权, 轰炸部队在空优战动机面前基本上就是送人头, 所以美军想对中国大陆实施空袭, 基本上是没袭的。 事实上, 对于美军来说, 怎样全身而退, 才是他们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因为美军如果拼光了舰载机, 就意味着中国的上百架轰炸机可以大摇大摆的飞到美军舰队的防空圈外, 发射数百枚反舰导弹。 这样一趟说下来, 在当前的实力对比下, 美军即使能压上所有能压上的力量, 也无法对中国大陆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反而还有可能交代掉一大批军舰和舰载机。 美国的兰德公司前几年出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制作了一个表格, 对中美在第一岛链某区域的各项军事实力做了一个直观的对比。 看看这个表格, 我们看到从1996年到2017年, 中国的优势在明显增加。 1996年的时候, 大部分项目是美国明显占优, 到了2017年, 中国有两个项目占优, 美国有三个项目占优, 剩下四个项目全是势均力敌。 也就是说, 按照兰德公司的看法, 在第一岛链这个区域, 中国军力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追上了美国。 可是那是2017年, 五年前的2017年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来说, 只不过是新一轮爆发的一个起点而已。 无论是兰德公司之前的报告, 还是我们现在的分析,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结论的准确性都会降低, 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太快了。 目前中国船厂里正在制造第三艘国产航母003, 并接近下水, 003是中国海军又一个划时代的装备, 其吨位接近于美国现役主力航母尼姆兹, 并将采用的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 这是二战以来, 美国航母第一次有了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 而对标美国最新航母福特级的国产核动力航母004, 也已在未来十年的计划之中。 在空中力量方面, 我们很快会看到对标美国B-2的国产隐身远程轰炸机轰-20亮相。 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随着时间推移, 中国受威胁的概率和程度只会越来越小, 西太平洋攻守之势将发生变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决策都是基于这样的底气。 这个时候有人会有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这样做算不算军备竞赛呀? 经济上扛不扛得住啊? 毕竟当年苏联就是被军备竞赛给拖垮了呀。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参考几个数据。 当年苏联为了应付冷战的军备竞赛, 其军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在 10%以上。 那现在的美国呢? 因为没有冷战的压力, 所以现在美国军费占GDP的比例 维持在3%到5%的水平。 那近十年军备大爆发的 中国的军费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呢? 回答是1.5%左右的水平。 也就是说, 虽然在外界看来近几年 中国的军事发展非常热闹, 但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发力。 而这种性价比主要得益于中国自身完善的产业链体系 所带来的超高效率。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对比一下, 最近美国新一代护卫舰FFGX建造计划招标结束, 中标的是意大利的一个集团, 因为他们的方案最便宜。 护卫舰在舰队里的定位要低于驱逐舰, 是一个辅助型的角色。 既然是辅助型角色, 自然追求的是性价比, 这个所谓的新一代护卫舰技术上并不先进, 综合实力和中国较早的052C驱逐舰差不多, 原因无它, 成熟的技术更便宜。 那么美国人费尽心机压低成本的新型护卫舰造价是多少呢? 第一艘FFGX护卫舰的造价高达是2.81亿美元, 即使后期量产成本下降也要10亿美元造价, 折合人民币大约七八十亿元。 这什么概念呢? 世界上最顶尖的顿舰, 排水量是FFGX两倍的中国主力大驱055, 造价也不过是60亿人民币。 用田际赛马的逻辑来看, 美国的下等马买得比中国的上等马还贵。 其实这也很正常, 世界工厂的一大功能就是把高大上的东西干成白菜价, 包括军备。 而世界工厂是哪里呢? 就是中国啊。 所以任何国家想要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 那无异于是自己给自己放血。 基于成本优势, 中美之间的军力差距会逐步缩小, 缩小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方面投入的力度。 说了这么多, 从这二十多年来, 中美军力发展的历程来看, 很显然, 21世纪初的中国崛起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意外, 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来适应这场意外。 中国目前已舰的, 再舰的, 还有计划中的隐身战斗机, 盾舰, 重型航母, 新型远程轰炸机等等这些装备, 肯定不是为了在家门口散散步。 人民海军的口号是, 向海图墙, 逐梦深蓝。 道理很简单, 军队的力舰越长, 国家的本土就越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 沪东造船厂最近下水了两艘4万吨级大型两栖攻击舰075, 再加上之前服役的8艘2万吨级大型两栖船屋登陆舰071, 人民海军终于获得了由10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和登陆舰组成的强大登陆力量。 20年卧薪长胆, 中国已经在打名牌, 力量就摆在那里。 强大的军事力量, 保证了无论现在的局势看起来如何紧张, 也很不容易滑向失控的深渊, 所有的争端都会止于利弊之选, 而不会有存亡之鱼。 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 相互协助要好于相互掠夺, 但另一方面, 时代又没有变, 强盗逻辑的枪口仍然指着每一个人的脑门。 所谓强盗逻辑, 就是他们揍了中国一个世纪, 现在中国爬起来了, 他们揍不动了, 反过来说中国是危险。 所以去在意其他国家的看法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坚决地回敬强盗的每一个枪口, 才有资格去做自己的选择。 不过正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如今所有武力觊觎中国的势力, 都要面临一个灵魂的拷问, 为什么要去挑衅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工业国家呢? 好好活着, 难道不好吗? 跟这样的国家多搞好一点关系, 难道不好吗?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这里是微信公众号, 静思有我, 安静的思考有我一个,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还有些道理, 请一定不要忘了点赞看和点赞, 如果您把它转发到微信群朋友圈和微信好友, 我自然是感激不尽的, 非常感谢。